不得不承认的是说 你也想超越蓝绿 可是在台湾蓝绿那一条线 你不得不承认它还是存在 或许看不见了 所以当你决定说 你一定会参选到底的情况之下 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国亲 一定分裂一定是再见 那马宋也是彻彻底底的决裂 应该是这个意思吗 那你准备你怎么去面对 您提的这句话 我可以这样讲 过去大家一直反复的强调两件事情 国亲要合并 我可以很明确的说 我去参选的话 国亲不会合并 但是并不表示 国亲就不一定就不要合作 我不但也要跟国民党合作 我们也要跟民进党合作 我们要跟五党级合作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就是我在做省长的时候 您还记得吗 那是多少 不要讲这个县市长一般以上 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从吕秀莲桃原县长 游锡坤宜兰县长 这个苏嘉全 这个屏东县长 太多了这些人 这个苏贞昌台北县长 我都需要跟他们沟通啊 难道说我们执政之后 将来就完全不跟大家合作吗 我刚刚特别讲的 就要有communication 但是我今天 但开玩笑的跟你说 我看了昨天你们的节目说 你将来当选之后 你那个党只有十席也好 八席也好 你能够执政吗 各位亲爱的乡亲 台湾最大的党 既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 更不是亲民党 最大的党叫西瓜党 是不是 讲不好听吗 这个是我也许事实上讲起来的话 有点开玩笑 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 其实哪一个政党执政 为什么陈水扁执政 执政的这么差 马英九总统执政 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就是没有那种气度 你已经当了执政党了 你这时候还是小小气气的 完全就是看了自己那个党 然后跟人家完全不沟通 今天回头我跟你讲讲 包括对岸 我今天也提提 对岸也需要调整调整 两岸的问题 绝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 就可以把它协调好的 一样的情况 我们所有这些问题 那就是说今天两岸的问题 绝不是国与国之间 但是绝不是党与党之间 它必须是两岸的人 大家共同开阔的心胸 来追求一个真正的和解 两岸是如此 我们处理国政更应该要如此 用人我今天提到 假如我有机会 我一定好好彻彻底底 去推动这个联合 这个政府的事情 毕竟我也是个小党 事实上即使是国民党执政 这么大的时候 我在做省长的时候 我说你看我的副省长不是五党籍的吗 蓝音赵 那时候他受到多大的压力 说要加入国民党 你有机会问蓝音赵先生 这是我立党 我说不要 为什么 有一个五党籍来做我的财政厅长 做我的副省长 表示这个政府是很包容的 我不止他一位 我好幾位我們的這個沈政委員 包括陳賢東先生你還記得嗎 是這個雲林的這個前輩 黨外人士 我還有我們這個尹卓謙女士 她是學術界 後來幫我解決好多的社會 還有特別是這個楚季 和這些安養的問題 那都是無黨籍的 所以因此聯合政府對不對 那個字好好的去推動 OK來 憲宏來 我來挑戰宋主席一個問題 因為的確 在聯署的這段期間裡頭 跟很多中小企業的老闆 都見了面 我相信這些人中間 有一些也跟你都見了面 我問他們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們要支持宋主席 因為他們不是幫你聯署 他們是支持你 而且都是有頭有臉的企業家 身價都是非常好的 他們說一句話 他說宋主席當選總統 台灣經濟才會好 中國大陸的土地貴了 人工貴不貴 很貴 那再加上台商投資保護 不可能 人身安全保護 不可能大家想走了 可是這個沒有路回來啊 為什麼什麼叫沒有路回來 回到台灣缺工多少 缺工一百萬 缺一百萬個工 可是到台灣來 台灣的這個是說 是失業率也有五六十萬 可是兩邊啊 碰不上 所以他必然勞動力要輸入 所以他們就提出一個問題 勞動力輸入 本勞跟外勞薪水要脫鉤 不管是民進黨政委啊 國民進黨政委啊 碰到本勞外勞薪資脫鉤 大家都必... 這個...這個...這個... 必自為恐不及 為什麼 怕所謂我們台灣的勞工團體 說他很多選票 所以呢 不敢得罪這些人 馬英九你不敢 蔡英文你不敢 這個都很清楚的 這公開講 你們敢明天就做 明天就做 那現在是 宋主席你敢不敢 現在選舉啊 還有一段時間嘛 但是我們政府啊 好像都已經蒸發掉了 是不是蒸發掉了 您現在有看到 看到 包括台塑發生這麼大的問題的時候 他請求要進勞工 是不是 兩萬五千人 你看有解決嗎 報上燈了 就燈了 罵了兩三天以後 又別的事情發生了 又不見了 這個問題解決沒有 那安全問題解決沒有 好像都停掉了 就是沒有人追蹤 也沒有人真心的去解決這問題 我很負責任的說 如果我在當時和現在 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會立刻要求行政院院長 立刻出面 經濟部長出面 包括勞委會 那就是專案出 專案進 專案出都可以 你就是進兩萬五 你進五萬 我都可以破胸部 可以做 因為我們的勞工 台灣的勞工 這麼不講理嗎 安全啊 你現在不去做的話 安全 如果我們的石化業發生重大的問題的話 油價會漲啊 油價短缺的時候是影響所有啊 這幾天我因為在外面跑的時候 你去問問所有我們的這些小吃店 我跑到店裡面去吃 對不對 這就是大家常常說 馬總統只拿個酒瓶 是不是 你去問問那小吃店 長得最厲害的是瓦斯 如果宋楚瑜當行政院長也好 當這個總統也好 現在我是要選總統 你就一定要對於這些瓦斯 我請問一件事情 現在全台灣還用那個 統裝瓦斯的是哪一些人 我都稱之為叫弱勢團體 台北好的地方還有統裝的嗎 沒有 沒有都是 講話兩類型 偏遠地區還有小吃 小談判 這些都是應該照顧 那為什麼瓦斯的價錢 對統裝的趕快先給它做一些調整 有人會反對嗎 你認為反對嗎 就是沒有人去處理嘛 瓦斯的價錢可以分 馬上就可以分成 就是對於貧富差距的調整 是不是 你說在台北 或者是很多的高級的地區 這些大都市的地方 還用瓦斯桶嗎 還用瓦斯桶嗎 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當時有兩種不同的爭議 那就是一個是仿造新加坡的辦法 香港的辦法 外勞脫勾子脫勾 脫勾 但是那時候的主流聲音 那時候是台灣經濟好的時候 我們國民所的向上爬的時候 台灣人的那種愛心 同理心 這是台灣人的優點 但是我們現在必須要了解 當春天還是很遠的時候 很冷的時候 我們得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先就像昨天張宗摩先生說 講那一句話 很沉痛的話嘛 大家應該要珍惜珍惜嘛 台灣的本土的產業嘛 讓這些人能夠好好的 能夠活得下去嘛 所以如果我們同樣的 不要讓中間的那些外勞的 那些剝削的太厲害了 大家曉得剝削嘛 剝削 就是在那剝削嘛 特權的剝削嘛 所以上次高雄才發生那些 那些那些古力古怪的事情嘛 大家都不要去多講了 但是我們今天必須要說明 該不該脫勾 確實可以好好去討論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這個當中的幅度 到底是什麼樣子 把剝削爛七八糟的事情弄以後 那個省下來的錢啊 對外勞也還能夠好好照顧 對本國的勞工也有這個交代 但是真正的 剛剛講的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兩岸現在 不是和平協議這麼優先的問題 是經濟的問題 您剛剛講的沒錯 現在台商早期二十年前 在那個六四天安門之後 是台商首先進入大陸 今天大陸上面沒有正式 完全的這個公開的數字 到底台灣的商人在大陸上 投資的數字有多少 但是非常非常正確的一個資訊是 台灣的這些資金進入大陸 是其他所有外商的總和 還要來得多 我們是第一對大陸上 最有經濟貢獻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兩岸的談判 在搞八千多項裡面 什麼讓利五百多項 對不起 不是讓利 是回饋 回饋的還不夠 台商對大陸的經濟有這麼大的貢獻 什麼叫他讓我們的利 所以至少要回饋回饋我們台灣商人 曾經對大陸是貢獻的 我現在就回到您剛剛 最關鍵的兩個事情 大陸上面我們要協助台商去轉型 對他們的人身這個安全 當年這些台商必須要借用大陸人頭 來辦的這些事情 安全保障和這些東西要 第二個他們要回來 什麼樣子幫助他們 有能夠回來的機會 這就是我為什麼對馬總統的用人 表示這麼大的這個保留 他為什麼不用吳榮明 這麼好的一個地震專家 台商要回來最重要的 您剛剛講這些工廠的使用這些事情 就是土地問題 我們有這麼多的台塘地也好 費根地也好 要做個整體的規劃 在法令上面要公正公平 但是還要可行 但是這麼好的人 你都不會用 讓宋楚瑜來用一用這些 能幹的人 這些問題就會解決 OK 來 所以你講的沒錯 我呼籲你希望你支持宋楚瑜 來 高標男選 主席對不起 你剛才一開頭 我講到電視台的問題 那這是這一期的週刊 就說這個王雪紅介入TVBS的人士 那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他後面講說 他是執行所謂大陸批送打率的政策 我想請我們大陸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 就是說台灣的媒體 當然如果是王雪紅是台灣的驕傲 可是他如果進行媒體到這個地步 我們當然很痛心 可是我們很想問你說 這個人不是你曾經走過當副總統嗎 他今年電視台真的會這樣對你嗎 他必須要有總統的高度 不要常常翻來覆去 為什麼他們情就是愛台 我情就是賣台呢 有這種邏輯嗎